拔掉耳機的時候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圖示 這次完成 圖示 讓下面有四個空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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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多元的一个表达 那课程地图能力方面呢 我们在月阳楼记可以看到的是继续文 而且是有关于写景跟书情跟议论 如何综合性的表达 至于在下一个篇章呢 则是有关于空间书写 也就是视角的转换 好那我们顺着这个题目月阳楼记 我们先来看一看 首先这个月阳呢 他就点出了一个很有特色的 很有历史感的建筑物 他的地理位置呢 是在南北交通的枢纽 并且呢 骚人牵客都会汇聚在这个地方 而这个楼本身 它是一个建筑 透过这个建筑的灯高呢 可以让我们触发情思 所以记呢 这个字则是点出了他的文体是继续文 好再来继续文呢 总共会有五个要素 需要我们来进一步分析 首先人呢 是藤子经 而在文章当中会提出的 几个身份跟角色的人物分析 也包含了牵客骚人 还有古人人 至于在事方面呢 则是帮月阳楼做记的这件事情 而时间呢 是发生在庆历年间 地点是在巴林郡 而这个屋呢 正是它的建筑物本体 也就是月阳楼 好 在这个大概念 面对困境的向下 我们要先了解到 这个事件是由于贬则所产生 那当然呢 贬则是一个困境 它会有一个情绪上的变化 在这篇文章当中 明确的点出是悲与喜 接着呢 顺着这个悲喜 我们要做一些心态上面的调整 也就是怎么样可以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而最后呢 解脱之道 则是以一个忍者的精怀 感觉到先忧后乐 来超脱自己的人生困境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共同来思考三个问题 好 一个呢 就是 当这个藤子经 他面对贬则 他应当提出的作为会是什么 而千刻骚人跟古人人的价值观 到底哪里有差别 面对人生难免会有顺境跟逆境 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好 文章的写作背景呢 是在宋人中 庆历四年的时候 这个藤子经啊 因为他被诬告 所以被贬到越州 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 他把越州治理的 非常棒 正通人和百废巨星 所以庆历五年的时候 就重修了越洋楼 来扩大云药的规模 他写信给朋友范仲淹 请他写一篇越洋楼记 这两个好朋友啊 他们都一起为了国事 感到忧心忡忡 所以文章当中的范仲淹 除了是以忧长慰姬 写到自己的心迹 并且也以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跟藤子经来共同勉励 所以这篇文章 他最主要的核心是范仲淹 借由这样的一篇文章来勉励 知己 并且抒发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怀抱 在笔法方面 他先讲自己写这篇记的缘由 再去写千刻骚人 他们登楼关篮 通常会产生什么样的心情 最后推就到这些古人人 经常是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心境 所以整篇文章包含有叙事 写谨抒情跟议论 这么多元的笔法 而在结构方面 也非常的谨言 并且有非常流畅的文采跟寓意 这样子偏散结合的一种写法 使文章错落有致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里头要关注的重点 包含 藤子经他请范仲淹来为 他所重修的月亮楼做记 范仲淹与他的朋友 是同遭贬官 所以他们共同有的心情 是悠长未及 而范仲淹他想要跟好朋友 藤子经共同来勉励 希望他们自己可以不受 外在环境的影响 好 那一般的记 在这里有基本上四种的分类 包含第一个 他是台革命圣记 也就是会把建筑物呢 跟这个历史命圣 涵盖在这两 这个台革命圣记当中 他主要呢 会写他们的营件或修器的过程 有什么样的历史言格 以及呢 作者对他的议论跟感慨 《山水游记》呢 则是写出作者 他游历山川的所见所闻 跟他的切身感受 至于图画器物记呢 分作图画跟器物两种 分别是呢 来记述说明图画的内容 物件形状等等 好 那这个人事杂记呢 可以分为人物跟事件两种 那可以写人也可以写事 好 那我们看看玉洋楼的所在地点呢 是在这个长江畔 所以灯高呢 可以望远 而且呢 有不错的景观 那同时呢 他也面临到这个洞庭湖 好 我们来认识一下作者范仲淹 这边呢 提出他的生平呢 有这几项的 很不错的点 可以让我们来 一个学习仿效 首先他的功名满天下 接着事业满鞭鱼 还有呢 最重要的是他的综艺满朝廷 因为呢 这个范仲淹 他为官清廉 敢言之见 他多次的被贬折 至于呢 他写文章 则是非常强调教化 他的词啊 也写得很棒 是开豪放词派的先生 也由于他个人的品德 气度跟作为 所以他被珠希呢 称赞是天下第一流人物 好 那范仲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精彩的人生 跟这个卓越的成就 主要呢 他有一个困苦的人生的前期 因为两岁上父的时候 他的母亲改嫁 等到他知道 自己的身世的时候 他就自己刻苦自学 27岁的时候呢 高中近视 学而优则是 为官的时候的范仲淹呢 非常的清廉公正 他对于贪官污吏呢 也不假宽用 可是因为呢 他直言利剑 所以得罪了很多的权贵 那再来到宋仲淹的时候 他为了要改革一些弊端 所以呢 推行了庆立新政 结果被这些既得利益者给反对 所以在庆立五年的时候被贬折 因为范仲淹呢 他崇尚气节 也提拔了很多的 文坛后继 所以他算是 北宋文坛的一股清流 并且居于领导者 那他不但语文并且呢 云武 因为呢 他是以龙图阁直学士 出任到陕西 金略赴史 那由于呢 他能够带兵 也能够爱将 所以呢 百姓安居乐业 西夏人也不敢来犯 这些羌人就尊称 他为龙图老子 在文学的成就方面 范仲淹 他不但是古文运动 跟理学的先驱 他还为他的族人 创立了异学 所以呢 才会得到刚刚 我们所说 朱熹称他为天下 第一流人物 这样的封号 范仲淹写文章的风格 最主要希望能够劝谏跟教化 所以他非常重视 文学跟社会风向的关系 而他的文学成就呢 大部分是关怀 名声跟设计 词作呢 不但有婉约 也有豪放 大部分是一个 苍凉悲传的情怀 所以呢 他突破的是 唐末五代的奇米之风 也为苏星的豪放词 开启了先生 好 所以我们刚刚整理了 他有这三项的重点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在中义满朝廷这方面呢 他提出了实施术来例行改革 只不过呢 他被免除了 这个宰相的官职而外放 那三处呢 之后呢 三光这个表达出 他不畏权势 而能够以天下为己任的一个情怀 事业满鞭鱼呢 他被称为龙土小子 或者是西想 有这样的一句话 小贩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 宫义满天下呢 则是他 有曾经建造这个范公体 并且呢 他设置了一田来接济他的族人 所以可以看出范宗烟乐上好事的这一面 好 那由于呢 我们今天所举的这个亭牌楼阁记他刚好呢都属于贬折文学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唐代跟宋代有哪些知名的贬折文学 首先是韩玉的祭厄渔文 他因为呢 见 淫佛谷这件事情 所以得罪了唐献宗 他被贬为曹州刺史 而他以这个厄渔来象征社会的厄势力 所以写出气势磅礴的祭厄渔文 接着是柳宗原的《使得西山雁游记》 这是他被贬为永州司马的时候的作品 那他徜徉于山水之间 最后心灵形势与万化鸣合 再来是刘雨昕两次的被贬折 所以他写了不少的诗篇来讲自己的身世跟感怀 白居宇呢 他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第三年 则是写给好朋友圆整一封与原为之书 来写对好朋友的思念之情 好 至于在北宋呢 又有哪些贬折文学我们来看到 首先是欧阳修最翁亭记 是他被贬折到楚州来出任太守 他常常重情游乐在山水之间 所以与民同乐来消解 他被贬折的这个忧愁 再来王宇称的黄刚小竹楼记 则是他被贬到黄州之作 描述的是他建造这一座竹楼的经过 还有在里面生活的一些感受 好 再来是我们这一篇范仲淹的玉昂楼记 他是被贬为邓州之中 所以在文中呢 范仲淹他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怀抱 好 我们来看一下课文 首先第一段呢写到 在庆历四年的春天 滕子金被贬折 来到巴林担任郡守 在过了明年之后呢 正通人和百废巨星 也就是他在政治治理方面的置机卓著 所以他就重修了玉昂楼 把他的这个旧有的规模再给扩大 并且呢磕了唐贤 还有惊人的师父在这上头 还招待好朋友 半钟也写一篇文章来记下这一个过程 那么可以看出 其实滕子金为什么要请托范仲淹 来写这篇记呢 因为一方面他是肯定自己的政绩跟能力 而针对贬折的这个挫折呢 做一个转移注意力跟焦点 此外我们可以看出 他把范仲淹视为是他的知音 所以彼此惺惺相惜 好 那我们来想一想 为什么必须要先正通人和百废巨星 才来重修月亮楼呢 好 因为呢 一刚开始被贬折的时候啊 一定是动辄得救 会害怕到底会不会有人继续呢 来逼迫自己或什么后续的政治追杀 容易被贬折 跟指责 所以如果太容易呢 大心图目 那可能会有小人进产言 而危害自己 再来呢 是借由这个行为来赞美藤子经他的政绩跟政治能力 所以呢 这个也就暗指说 其实他被贬官恐怕是冤枉的 因为他既然能够在短时间内 把这个地方治理的正通人和百废巨星 所以他不论在执行沟通或行政能力上 应当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再来我们看到 接下来描写的是 在这个巴林郡这里看到的美景 最主要呢 是聚焦在这个洞庭湖上 因为呢 从这个楼上去远观洞庭湖 可以看到他 咸远善吞长江 而浩浩伤伤横无济然 这里写出了 我们可以看到洞庭湖 烟波浩瀚 而浪潮汹的这个景象 并且呢 招会细阴气象万千 所以这个是玉洋楼呢 在一天之内的景观 那前面的这些文学家写的诗文呢 已经描述的非常的完备 而在这里呢 因为他是一个交通的重要枢纽 所以他北通无暇 南呢 折到消水跟香水 因此啊 举凡被贬折的这些文人们 他们呢 常常都会 汇聚在这个地方 做短暂的停留 因此啊 他们在观览 这个万物的心情 能够会有什么 不一样的状态呢 所以他要藉由 揽雾之情得无异乎 这句话 来作为一个 乘上启下的关键 带出后面有 与杯跟请洗 两种不一样的心情 那越洋楼这个地方呢 因为是在南北交通的 浮咒之处 只要是官员呢 被贬折远地也一定会经历过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里呢 千克骚人 与杯情洗的两种心境呢 就可以在这边 来加以表达 好 那千克骚人 他们常常感悟而悲的情怀 在这里他说到 至于呢 银雨飞飞离月不开 这个是在雨杯的部分 所以长久以来都下着绵绵的小雨 一连下着将近快要一个月 天气都没有放晴 所以呢 阴风吹来仿佛在怒吼着 而混浊的浪呢 好像要这个往天空 还这个 挡得这么的高 那日星呢 引药 因为呢 阴天嘛 又下着雨 所以呢 自然见不到太阳 也看不清楚天空上的星星 甚至呢 远处的这个山岳 也好像呢 都被遮蔽了 看不清楚它的形状 那山驴呢 自然也是不敢 从这个地方经过 因为呢 会害怕这个水路的危险 会导致呢 强颈脊催 所以 这个船呢 可能会翻覆在这个水中 那在薄木迷迷的时候 仿佛听到这唬啸原题 所以登上这月仰楼 就会感觉到 离开自己的 国家跟故乡 已远而怀着这种 害怕被人指责 嘲讽的 这心情看到的满目 都是瘦然瘦条 破败的景观 而感觉到自己内心悲伤 到了一个极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它有一种 音律上的和谐之美 为什么呢 因为它借由音律 来表达出 仕途不顺的悲伤之情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里头有蛮多四个字 四个字的这一种 片体的句式 在形式上 也是非常的整齐 至于看到内容的部分呢 我们特别着重在 这个音 这个字 音风 怒嚎 还有呢 拙浪排空的拙 因为这个都是比较灰色调 表示内心的郁结 此外呢 日性 影要 三月前行 这个钱跟银呢 都是一种 小人当道 君子难为 黄中悔气 瓦府雷银的这个状况 状况好像呢 这个不变是非 让人呢 感觉到非常的忧伤 再来去国的身份 主要是因为呢 浮云遮蔽了白日 如同小人遮蔽了君王 所以导致这一些 能人志士呢 他们会有这种 悠长未及的心情 好 再来呢 是清洗的部分 所以看到呢 春天的时候呢 日光明亮 这个洞庭湖上呢 是没有什么样 太大的这个水波 上下呢 这个天色 仿佛呢 连接在一起 非常的明亮 而呢 万行的 碧绿的湖畔呢 就在自己的眼前 偶尔会有几只的 这个欧鸟 背过在这个地方 聚集 而水里面呢 可以看到这个鱼啊 在那个地方自在悠游 至于在岸边呢 只有指跟蓝 这个芬芳的植物 那举凡这个芬芳的植物 多半也有象征君子人格的意义所在 那岸指听蓝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 这个 岸跟听都有指 岸跟听也都生长着蓝 这样的状况 所以可以把它看作是护纹 那不但呢 是长得非常茂密 而且香气浓烈 水缩郁郁津津 而有时候呢 感觉到 一整个天空呢 没有任何的 这个烟或者是呢 遮蔽 所以可以看到呢 千里昊月 那这时候呢 在水面上 你会感觉到 这个 有这个闪闪的 灵动的状况 而这个月光 映造在这个湖面之上呢 也好像一直不断的往下 成的这个静静的碧玉 于是呢 这个愚人开心至于呢 以愚歌来互相达赠 这个乐趣呢 是无穷无尽 因此登到这个月光楼之上 就会感觉到自己心旷神怡 不管你有什么 这个开心的 或者是呢 是不开心受入的状况 你都会忘怀 而拿着酒杯 迎着风呢 感觉到自己是非常的喜悦自得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上下天光一必万寝 这个视线呢 它是由上而到平远之处 有这样的一个视角的移动 再来呢 这里面所用到的这个字 我们特别注意的是 明 物经 寝 清 几 好 这些念起来有邪运的字 它不但描写了日景 而且呢 有和运的这个状况 念起来呢 音韵会非常的和谐 好 那我们整理一下 前面这里所出现的千刻骚人 他们的揽雾之情 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状态 首先在雨杯的时候呢 是以远景来写到日星引药 三月前行 在近景的部分呢 则是写到生旅不行 强倾急催 在清醒的部分呢 还分白天跟夜晚来描述 白天的远景的话 它写到春河景明波澜不惊 所以呢波澜没有任何的起伏 非常的平静 而这个近景的描写 则是上下天光一必万情 在白天的近景的部分呢 它又分作洞跟近两者来描写 在洞景的部分呢 是有很多的欧鸟飞在这边栖息而停止 水里面呢 也有很多的鱼悠游自得的 在水里头呢 有一个游来游去 近景的部分的话呢 暗指听蓝 郁郁津津津 写呢 植物不但是茂盛 而且香气浓烈 在夜晚的这个描写 是用远景来仰视 讲这个长夜一空浩月千里 在近景的话 它则是转为俯瞰 然后呢 也分动静 动的话呢 是浮光月经 所以感觉到它的动态之美 而静的话是静影成臂 仿佛一个静定的臂欲一般 所以这是属于静景的描写 好 那我们从这一段 智若春合景明一直到慈乐合集 我们来分析一下 它总共运用了哪一些的感官模写 首先呢 是视觉模写 因为最主要呢 这个天色啦水面的景致啦沙鸥跟景灵都是用视觉来捕捉跟观赏 至于长烟浩月 浮光跟静影这个呢也是用视觉来捕捉 听觉的部分呢是鱼歌互打 而视觉跟嗅觉的话呢则是看到这个暗指听蓝 而秀闻到它的郁郁津津津 好 那我们也从里面去找出对应千刻骚人 它外在境遇变化有什么样的感触 首先呢 在雨景的部分 它会感觉到去国怀乡 悠长未激 满目骁然感激而悲着已 至于在晴景的部分 它则是会感到心旷神怡 宠入邪望 滑酒凌风 起喜洋洋遮 好继续我们来看第五段 他开始感叹 曾经呢 我来探求古人人他们的这个情志 或者呢跟雨杯和情喜 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好 那他探讨探讨出了什么结果呢 他说啊太半呢 这些古人人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那这里呢仍然当做一个护文来看待 也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他应该要被看作不以物悲喜 不以己悲喜 所以呢 不会因为外界 也不会因为个人的生命的遭遇 而有什么样的改变心情的一个想法或做法 因为呢 他们如果是在庙堂上的高位的话 他会担忧的是百姓 至于呢 他可能被贬着 所以在那乡野民间之中 他则会忧心国君 如此说来呢 是在朝为贯也担忧 退居在野他也担忧 所以这边的庙堂他借贷指朝廷 而江湖呢借贷指民间 所以不论在朝廷或民间 他都会忧心国事 好 然则何时而乐也 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感到快乐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时候 就是如果能够呢 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呈现出 人人之士他们总是比较悲天闽人 比较幽国幽民 所以如果是这个天下人都已经 这个得到快乐了 那么这些人人之士 他们也能够因着天下人之乐 而感觉到自己的一种成就感 所以他们的快乐是奠基在这个地方 最后范仲淹感慨 哎呀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人之士的话 无谁与归 其实呢 这是一个比较激烈的语气 同时他提出来的疑问是 那么他要去归附谁呢 好 最后他计较了写作的时间点 好 我们来看看 刚刚的这一段内容 他是以社问呢 来写出作者 他打算要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个报复 因为呢 他的典范是以古人人 来作为他自己的一个参照 他希望能够超越世俗的价值 还有外在的这个得失融入 去实践出儒家 达则奸善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这样的一种处事方法 所以在这几个句子 我们可以看到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他表示我们不会因为外境 外在的环境的变化 改变我们的心智 那进一忧退一忧 也就是你会时时感到忧国忧民 不会因为在野或在朝忧所改变 最后为私人无谁与归 使范仲淹呢 以这样的一种想法跟意志呢 来自我期许 并且呢 他也跟好朋友滕子经来相互勉励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古人人啊 必须要具有哪一些人格特质 首先 他必须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他必须表现出 静意忧 退意忧 时时忧国忧民的情怀 并且呢 他会有一个先后的排序 他会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那如果我们把千克骚人跟古人人拿来做一个比较 他们的忧的内容跟忧的原因恐怕是不太相同 千克骚人忧的内容呢 是他们经常都挂心在个人的得失毁育之上 而他们所忧心的则是自己的誓患之路不顺遂 古人人呢 他们所担忧的内容是国是君是名是天下 所以可以看出他是以天下为己任 这么一比较之下 这个范围跟格局呢 就高下立判 好 再来呢 话用自孟子的这个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 范仲淹创造出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样的一种说法 意境上呢 我们来稍稍比较一下 其实呢 这个他们同样具有一种忍者的精怀 共同的是以天下为己任 只不过不同的是范仲淹 他加上了先跟后这两个字 也就是表达出人人知事 他们常常对于天下的关心是更为急切 想要为国尽忠的心意呢 是这个行动力更强的 因此这样的人者精怀会 扩大了这一篇文章 他的意义跟价值 好 那我们来比较千克骚人跟古人人的忧 刚刚有提到 千克骚人往往是自我的关怀 而古人人常常是一种宽广的 忧活忧民胸襟 这就告诉我们 唯有超越个人的得失 来关怀公众的失误 恐怕才更能够使自己 从困境当中走出 好 接着呢 整篇文章看完了 我们按照这个段落出现的先后顺序 来看看他的结构跟脉络 所以第一段呢 他采取一个叙事来作为开端 在第二段的时候呢 他就来提到这个景物的描写 三四段呢 藉由这些景物呢 他再进一步的来抒情 最后呢 他则是化情助理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结构式的来表达出 这篇文章 他的全文的结构 那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结构的特色是因为呢 能够比较贴切于受托者 曾子津他的处境跟身份 去分析出他当下的心情 尤其是在三四段 这个抒情的这个地方 再来千刻骚人 与被情洗的情怀呢 也就暗示 其实呢 这个主角啊 他被贬折的这个状态 再来这篇文章最让人所记忆深刻的点是在 以天下忧喜为个人的忧喜 这说明了作者他的心胸开阔 不以个人的际遇为念 用整体人类的幸福来取代 只关注在自己个人的短暂的挫折之上 所以呢 这个文章的格局呢 是非常高原的 好 所以我们看看这整体的结构 首先呢 是叙事 描写他写这篇记的缘由 那这是因为滕子经被贬折到巴林郡担任太守 所以呢 请托欧阳修写作这篇文章 来记录这件事情 再来呢 他写警跟抒情的地方包含应是挤警 还有挤警来抒情 而尤其警呢 是分雨杯跟情洗两个部分来加以描述 最后在议论的部分呢 则是化情入理 表达出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伽优明的情怀 并且着重于要先忧后乐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文章的内容 以及他的写作手法 首先呢 在写作缘起呢 是因为滕子经他要请托范仲淹作记 于是他写了一封与范经略求记书 而且还附上了这个洞庭湖的将官的图 派人送去了给在远地的范仲淹 而且表达希望能够越洋楼来写这篇记的呢 是非范仲淹莫属 因此全文采一个记的这一种格式 他写作了这个人事史第五整个基本的要素 那最后呢 他也主于作文以记之 用这个记来扣紧越洋楼记的记 并且交代了写作的缘起 那正通人和百废巨星呢 可以看出滕子经其实他的政绩是非常的卓越 而重修之后的御洋楼到底有多高多华美 并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 他只有提到增奇旧制 也就快速的略过 好 再来描述洞庭湖之美 他呢 主要是写出洞庭湖的这个景观 那我们可以看出他动词的使用 特别是闲跟吞 是非常的有这个动态的 此外呢 也有撞声跟叠字来写出 烟波浩渺跟浪淘汹涌的这个景象 还有无边无际的壮阔 那我们知道这个洞庭湖 本来就是越洋楼上面呢 最壮丽的景致 所以这整体写起来 这个大观也就呼应了前面所说的圣状 好 接着是作者 他所写到触景深情跟感怀遭遇 因为在文心调楼里面有说到 随着四季的流转 随着阴阳的这个运行 所以呢 凡外界景物有所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心也会跟着动摇 人呢 本来就是有灵性有感情 所以大家一定会被这个外界的景观所 这个影响 而诗人呢 更有歧视 所以他们常常是 请以物谦此以情发 那当这个骚人默克呢 他们离开故乡的时候 常常是怀着悲愤登上越洋楼 来观赏洞庭湖 所以所看到的自然是比较 这个阴郁 还有呢 惆惨的状况 可是呢 等到天气晴朗的时候 春光明媚 他们又感觉到万物有活泼的生机 而充满了这个动态的美感 使他们的心情呢 也跟着扩大起来 所以范仲淹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其实他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得失 而是心怀天下 作为知识分子 他认为呢 不太能够只以自我为中心 而应当要怀抱着去关怀社会 造福人群的这个理想 所以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这是古代人人自逝的一种想法 而这样的想法必须要贯彻到底 不论是你在朝为官或被贬折到 蛮荒偏雨的地方 都必须要以百姓的生活疾苦呢 作为你关怀的制高点 也必须要呢 去关怀在朝廷当中 君王的施政得失 所以古人人呢 常常是心怀着国事 而忧心在百姓跟君王之前 那在这里呢 文章当中透过节问来表达出 人人自逝应当要有这样的一种 坚定不移的志向 那同时也是范仲淹勉励知己 好 那我们来看到在这个表现手法方面 他是借事抒情 其实呢 也是范仲淹自写他个人的怀抱 如果这篇文章要抓出一个字 来作为他贯穿的线索的话 那么就是折 因为在这个折的经历当中呢 范仲淹有很多的思考 而出之以叙事写紧抒情 抒情议论的多重笔法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几项的特色 第一个 他的利益非常的高远宏大 因为他突破了个人的优乐 而能够面对百姓苍苍 承担起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跟一种永恒的追求 所以说是一个典范人物 再来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 他非常的结构井然 层次也很分明 因为呢 在省略的笔法上面 一开始他交代写作这篇记的原因 然后呢 洞庭湖的这个美丽的景致所在 最后呢 只以简单的前人之数背影 就概括的跳过 所以这个洞庭湖的美景 其实只是一个陪衬 实际上这篇文章的重点 恐怕是古人人的胸襟抱负 于是他用然泽的这个语气 跟用字赶快来转折 然后提到呢 这个洞庭湖 它是南北交通的药区 所以呢 千克骚人常常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因此 朗雾之情得无异乎 这句话来呈上启下 之后带出 雨杯跟请洗的不同心境 再过渡到 我们必须要呢 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全文主旨 好 再来呢 第二个手法呢 则是看出 它有遍散结合的特色 并且呢 情景交融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文章当中 其实有蛮多四字句 而且呢 我们有分析 它的音律呢 读起来是非常和谐的 那像是明 经 请 跟亲 读起来呢 它都有邪运的这个特质 所以可以让我们感觉到 心旷神怡的景观 那又在景物的这个改变之中 心情也跟着 改变 所以两者交融在一起 对比反称 与被勤喜 都有一种均衡的形式美 在写景的部分呢 它分作日夜 有描写远跟景 也同时并成 动跟景 或者抚养 的这种不同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出 它描写上赋予层次感的一种手法 好 再来是对比 跟欲勤与景 雨杯跟情洗这两个段落呢 有这样的几个描写的特点 包含呢 它在色调方面呢 呈现出对比 这里面呢 有天色阴霾 薄木苍苍的暗淡 跟春日非常的和暖明亮的 这个昊月千里的这样的景观的色调对比 此外第二个呢 是氛围上的对比 有满目骁然的清极跟凄凉 但也有把酒凌风的轻松跟喜悦 所以这个气氛上是非常不一样的 好 接着是动景跟静景的对比 在动景的部分呢 有沙欧飞翔 有逾越水中 这是属于比较动态的动作 那暗指听来呢 只是静静的长在水边 所以这也是一种静景 那并且郁郁津津描述出 它吐露出芬芳 所以这里有一个动景对比 接下来是情感上的对比 它听闻到这个虎啸原题 所以触景伤情 那对比呢 它面对美景的时候 是充满了喜悦之情 所以一个是触景伤情 一个是喜悦隐怀 这里有情感上的对比 接下来呢 千刻骚人 它是因雨而悲 因情而喜 而古人人则是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所以这两者的身份呢 他们的胸襟跟境界 是完全的不同 这里有胸怀上的对比 好 接着呢 我们会连续看几首 这个是出现在大考之中 有关于月亮楼的诗文 好 首先呢 是张月 他来月州看黄叶 好 我们可以看出 他这里呢 提到了白首 也就是白头 还有呢 黄叶 就是叶子转黄 还有呢 空蚕 的这个态度 都可以呢 捕捉到 他有一种悲伤的情怀 好 他说 看到呢 白发苍苍的我 然后呢 去看着这个黄叶 分飞 所以呢 想到 除颜 富几何 青春的容颜呢 已经不在了 那未来呢 不知还有几何 就是有多少时间 那这样的访问 其实呢 是感叹那个时间 非常的短暂 短促 空蚕堂树下 这里想到的是一个典故 也就是绍伯呢 他曾经因为呢 得责百姓 所以他休息的地方呢 那棵堂树 百姓呢 都舍不得砍掉 而好好的去照顾他 这是甘堂一爱 那曾经绍伯他替百姓呢 来征得福祉的时候 就广受人民的爱戴 所以百姓呢 把他曾经休息的 这一棵堂树留下来 也不断的在下面 唱美的赞美 邵博的这个诗歌 而最后要对比的是张月 他曾经担任宰相的高职 他说一事无成的我 只能呢 图存惭愧之心 因为呢 至今我留下来的政绩跟成果呢 还不足以被歌颂 好 这是张月的《岳洲看黄叶》 好 接着来看的是 比较有名的杜甫登月阳楼 也是在考题当中 比较常出现的 他说 从前呢 曾经听闻过洞庭江面的广泛 那么今天上玉阳楼 就是要来一关这么盛大的景观 他看到呢 春秋时期 五楚两国的土地 在湖的东南边呢 好像被这个湖水给隔开 而乾坤呢 指的是日与夜 那因为这个湖面呢 实在是太宽广了 所以呢 这个天地日月呢 都仿佛是湖在这水面之上 亲朋五一字 他呢 亲戚朋友 完全都没有烧来音讯 老病有孤舟 又老又生病的杜甫呢 只有一艘孤舟相伴 龙马 观山北 平均替四流 所以呢 他知道国家呢 边疆西北方还在打着 这个战争不已 于是他只能 倚靠着栏杆 而老泪纵横了 那我们从这里 亲朋五一字 然后呢 老病有孤舟 可以看出来 其实这是 杜甫在抒发 他的仇绪跟情怀 更尤其是 平轩替四流 这个动作已经非常的 明显写出那个悲仇 好 所以我们可以比较 刚刚所读的 杜甫这一首 《灯御洋楼师》 以及范仲淹的 《灯御洋楼记》 杜甫的话 比较聚焦在自己的 孤独跟漂泊 而范仲淹呢 他则是胸怀天下 不以个人的遭遇而喜悲 不过相同的都是 他们有忧国忧民的情怀 因为刚刚杜甫 他也关心远方的这个战事 那国家呢 到底能不能把 边疆的这个乱世给平定 好 接着呢 江维的这一首《灯阳楼》 他则是呢 提到 当他倚着高楼来远望他方 他却反复想的是 未来到底要如何面对 到了傍晚的时候 他看到 蚕鱼的红叶呢 在楚地这个地方飘零 而深秋的时候呢 他看到 深地色的江水呢 流往吾这个地方 云当中呢 传来这个大雁 大雁在那里急切地叫着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寻觅他的同伴 而在天边呢 看到有一艘孤舟即将要远行 这个去就是离去 好 明月谁同我 那现在看到有一轮明月 通常古人看到一轮明月的时候呢 都会有这个想到思念的人 因为呢 总是与你思念的人 你们虽然处在不同的空间 但在同一个时间点能够共看同一轮的明月 好像那情感仿佛会透着 透过了这个月来折射一般 好 那现在呢 诗人则是不知道有谁还能够跟我一起满怀着 这样的忧愁的情绪 然后呢 赶往遥远的这个朝廷 帝都就是那朝廷 所以我们从他这里的景物描写 像是晚叶 红残 还有呢 孤凡的孤 跟这个悠悠 都可以知道 他所抒发的是属于比较悲伤的这个情绪 好 再来是刘长青的这一首 岳阳管中往洞庭湖 好 他提到说 在万古以来呢 在巴林山树守 护卫着岳阳洲这个地方 岳阳楼 那岳阳楼里面呢 去远眺平静的这个洞庭湖 然后呢 会感觉到 哇 这个湖面是非常的辽阔跟绵长 于是呢 我就问旁边的人为什么 这个道庭湖的湖水能这么样的壮阔 于是呢 在这个绸目 也就是黄昏的时候呢 显得一片身轻 在层层叠叠的这个浪当中呢 浮着天地大化的这个元气 而中流呢 墨太阳 也就是太阳被吞没在水流之中 孤舟有龟客 所以他这里有一艘 诗人所成的这个孤舟 有一位龟心四见的游子在其中 早晚呢 会到达肖乡地方 只是呢 不知是何时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从绸目的绸 孤舟的孤 还有龟客 通常龟客呢 都是私家 所以可以知道呢 它是 比较悲伤的筹序的描写 好 那接着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刚刚有提到这篇文章的主题呢 是面对困境 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选择善良 或者是利他 那有利他这样的精神之后呢 曾经有法顿商学院的这个教授 他也提到说 人啊 可以分作索取者 护利者跟给予者 其实给予者的话呢 他乐于付出 他不考虑自己能够得到多少的回报 所以他也举例 曾经有心浦森家庭的灵魂人物 这样的一个编剧 他总是主动的去承担 而能够使团队呢 更进步 所以团队也会愿意 接受他的意见跟领导 好 那利己跟利他是不是冲突的呢 同学可以想想看 这没有标准答案 如果你认为利他跟利己是冲突的话 那其实 这个当你无论如何 可能都会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呢 其他人却没有实际的付出 那认真为大家努力的利他者 你会不会觉得他很可怜 所以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你也可能会觉得利己跟利他 其实不冲突 因为呢 使整体的团体跟环境的品质变好 那这就是一个同享跟共好 那大家都能够拥有稳定的生活 这是利己也利他 所以在利他呢 我们可以针对这几个面向来想 在生活目标 幸福感或生态环境等等 好 那并且呢 罗语里面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描写 你到底是要去跟从避人之事 还是要去跟从一个避世之事呢 那儒家觉得呢 你如果不能够监济天下的时候 你至少要能够独善起身 做一个避人之事 去避世之事的话 则是社会呢 既然外在的环境是 这么的这个动荡不安 所以你或许呢 根据你自己的意愿去潇洒的 隐居山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那这里呢 有三个人物分别是庄子 他的做法呢 是以道为本体 掌握了道之后呢 他以一种比较纯粹的感性 超越了现实世界 使他的精神主体 得到解放跟自由 而陶渊明呢 他则是选择归隐田园 并且呢 在现实的拉扯之后 他觉得呢 心灵上要无色于这些逝世 也不再对事患感觉到焦虑 成为一个真正的赢者 好最后书是 他是怎么样超脱自己的生命困境呢 他其实呢 是在各种的不同的人生的艺术当中 例如诗词文章书法绘画 来达到一种极致 然后呢 跟百姓呢 可以比如说他曾经有制作个东坡肉 跟百姓分享 而与民同乐 所以感觉到有种旷达跟甜蛋 因此 看看同学你想要学习的是 中派的淘派的或者是舒适这一派的 这一种超越人生困境的方法 其实都可以顺着你的本性而为 好 那所以在超越困境上 其实我们要去了解 到底动苦的来源是什么 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以及如何进行自我价值的创造 好 再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对醉翁亭记 那醉翁亭记呢 在这里他有继续跟抒情的两种比法 而他跟我们的面对困境生命态度也非常密切相关 好 那其实在醉翁亭记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也表现出了地点跟空间 尤其是醉翁亭 然后呢在围绕着这个思考 因为呢作者欧阳修他被贬折到了除州 所以他把他在醉翁亭的所见所闻所思呢 都写在这篇的文章之中 因此在看到这个题目醉翁亭的时候 我们要想想作者在里头的寄托 好 它是一篇继续文 那因为呢欧阳修被贬折到除州 所以他以乐作为一个线索 从山水之乐应有之乐 写到要与民同乐来层层深入 所以他有写景书情跟叙事这几种的比法 好 那写作背景呢 为什么欧阳修被贬折到除州 主要是因为他支持范仲淹的庆立新政 好 而当他治理得非常完备之后 四年呢正通人和而百姓安乐 于是他才写下了这个篇章 好 那我们稍稍呢来跳一下 直接来看这个文章的本身 好 提到呢 这个环绕着除州呢 都是山 而西南的珠峰 他看到非常美的这个灵获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文章是透过剥损法来层层深入 接着他要写呢 看过去魏然生锈是狼野山 而顺着狼野山呢 走了六七里 这里有四角的移动 他听到了水深蝉蝉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让拳移到 那峰回路转呢 有一座亭 正是醉翁亭 而坐亭者呢 是这个和尚志仙 而太守呢 则是为他命名 那为什么命这样的名呢 因为太守跟客 来这个地方喝的时候呢 喝一点点就醉 而年纪又最老 所以呢 就叫做醉翁 那醉翁之意不在酒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沉醉在那山水之乐当中 所以这山水之乐呢 是以心来领会 而酒也不过就是一个寄托 所以在这里我们找出了 文言是乐的这个线索 而在空间移动上呢 是由远到近 然后慢慢的聚焦在醉翁体 接着呢 我们来看 他写到呢 山间四十变化的景致 以及呢 他说四十之景乐意无穷 所以文言乐再次出现 好 那第三段他则是写到呢 他们游玩的情境有多么的快乐 那么前者呼后者应 所以除人出游的时候呢 会参加这个太守的这个宴会 然后呢 所有的参与的百姓呢 生活安定和乐都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那他们也会在过程当中去想一些游戏 而这个最倒在其中的呢 则是太守 那过了不久这一场 这个宴会即将要结束 所以呢 大家都回家 那其鸟呢 也快乐的鸣叫着 所以呢 我们这里呢 凸显了全文的主旨 也就是太守之乐 他的乐在于呢 与民同乐 好 然后最后点出这个太守呢 也就是欧阳修他自己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 太守的这个出游之乐当中 他实际上呢 也有一种人我教会的孤独 这个大考的考题 那所以呢 其实与民同乐 不但是生命当中 一个对于困境的面对之道 同时呢 他也是体会到 一种比较深沉的孤独 那孤独不一定是不好的 其实他充满了很多的自我省思 好 以上的资料 感谢汉林与龙腾提供 今天谢谢同学 在线上与我们共同参与课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赶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